我有一个视频,就是在菜床欢季的时候,我给这个菜床除了一些腐熟的有机粪粪以外,我这个菜床是用了大概几百磅的咖啡渣做鸡粪,那这些咖啡渣做鸡粪效果怎么样呢,我们今天就来检查一下,早先这里是两颗西红柿, 那这边一颗,这里一颗这个西红柿的这个架子还在这里,然后呢,我在这旁边本来还可以再种个西红柿,但是我种了一颗冬瓜,现在西红柿早就收掉了,那冬瓜现在的情况呢,我们看,已经在这个冬瓜植株上面收获了两颗大冬瓜,一颗是在这个位置,还有一个是更早的时候,大概是在这个位置,那现在这个痕迹已经不在了, 那现在在室外呢,在藤麦上面呢,还有这一个,然后这一个,这都可以收获今天,还有这一个,123,这边还有一个,这个是稍微小一点,所以现在在植株上面呢,还有四个冬瓜,这每一个冬瓜至少都有20磅,多的可能有30磅,都很重的, 然后我把这几个冬瓜收了之后,我会把所有的这一片,这一片的冬瓜藤麦都把它剪掉,因为这已经结过冬瓜了,然后我们看,这上面又长满了新的藤麦,我觉得这个新的藤麦生长是一点都不弱,不管是从颜色上来好, 还是从这个枝条的数量,都很不错,而且开了很多花,可见这个肥力还是很足,所以证明,咖啡在做底肥,是很好的一个选择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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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